有可能來訪不宜樂乎 今天的客人是誰呢 道偉你剛剛提到 其實在不同地方可能有一些不一樣是不是 其實講到吃這個東西 對 一家四個人 不要說一家四個人 可能對夫妻意見都會不一樣 那是真的 所以你想想看 一天其實你要花非常多時間在找吃的東西 然後要 不管是坐下來吃 或者抓個東西吃 其實都是要選擇 對 所以真的就是說 這個又是要考驗平時的默契跟感情 大家願不願意好像 有時候要compromise一下 對 不能說小孩子他們通常 吃到美國食物或者西式的食物 就整個人很舒服 那我們老中餵的話 就吃碗麵了 喝個湯 就很不一樣的 對 所以要根據看你不想去哪裡 也許有一些 一餐是比較當地的 另外一餐 就試試別的不一樣的等等 要有些變化 然後大家也各自能夠享受自己喜歡的 你不喜歡的話那餐就少吃點那個 沒錯沒錯 對你剛剛提到要找很多吃的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對家庭旅遊會有一點害怕 就是覺得好像要做很多的planning 從事前找飯店找機票 然後每一餐要去吃什麼 覺得要做很多的規劃 覺得很害怕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其實這個是一個超級大的題目 對 你可以接下去做五集 是 節目都沒有問題 但如果說家庭的旅遊規劃 跟個人或者是一對夫妻 對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最大的不同的話 對 我覺得就是有兩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 一個就是你的排時間 一定要稍微輕鬆一點 是 不要排得太趕 如果要趕的話 你在一個地方 比如說你大概待兩三天 你就千萬不要想要把什麼東西都玩到 是 時差就一天了 對 對 就如此類 比如說你事先要 那這個錢這一部分就是另外一個主題 但是我覺得一家人出去 如果你能夠早一點安排 好好的想一想 根據不同的季節 根據不同的市場行情來調整的話 就可以省到非常多錢 對 那還有一點比如說你像吃的東西 也是有一些小技巧 對 一些撇步可以參考一下 就比如說在很多的國家 其實不是很多國家 是幾乎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 你如果到那個觀光景點 風景最優美的餐廳 就被宰 對 不但被宰東西通常都不好吃 沒錯 對 如果你想吃到比較relax一點 比較省錢一點 又可以吃到不錯的東西 當地人 對 你就要稍微做一點點功課 是 但是是有一些小技巧 比如說 往小巷裡面走看看 對 有人多餐館 是 或是說如果是帶孩子的話 對 他們這些美國孩子需要的空間 稍微大一點 所以呢 就不要找那個太小的餐館 然後很多在歐洲 或者亞洲吧 我想我們都知道 餐館是沒有洗手間的 如果你帶一個baby 去那小小餐館 就有一點麻煩 非常麻煩 對 就如此類 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 所以其實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小細節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好像帶小孩 尤其小小孩出門覺得很累 那我不知道 小孩跟小的時候 跟著這樣出門玩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也覺得很累 你覺得在小時候會覺得 出門玩很累嗎 呃 我 可能是比較是時差會覺得很累 時差 對 但是我小時候 非常小的時候 應該不覺得說走來走去會很累 對 就是其實去玩還是很開心 對 是時差 對 一女不需要走路 對 是爸爸媽媽比較辛苦 對 那再大一點呢 會不會有時候會覺得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 我不想去 會有這樣的情緒嗎 當然有 就是 有時候我就會知道 在家附近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然後我真的不想要出去玩 我只想要在家看電視 就是當然就是會有一點那樣子不高興 對 可是真的去的還是很開心 對 不過可以分享一個小小的技巧 請分享 特別是青少年 是 在這個安排旅行上面 對 有些地方 他們太小的小孩去可能真的是覺得不好玩 是 而且只讓爸媽更累而已 那些東西有什麼好玩的 但是如果你去那邊是跟他的朋友去 你知道兩三歲小孩就開始有朋友 真的 只要能夠跟朋友在一起 他們就很快樂了 是 他就不管你去哪裡 他在車上 在景點 在餐館裡 都很開心 你都不用一直好像要去安撫他 要讓他那個好好玩 那個好好玩 OK啦 他們玩他們能玩我們的 這是很好的建議 對 但是有些地方的話 就不太鼓勵太多人去 是 通常我們老中有時候喜歡熱鬧 對 我覺得我看到一個最慘烈的 兩個最慘烈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找三五十個人一起去滑雪 坦白說那是非常慘烈 特別是你小孩小的時候 是 因為大家等來等去 你根本就不用滑 每次我都沒滑到 對 差不多兩三家人去就已經非常多了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去Amusement Park 去那種兒童樂園 是 你三五十個人一起去兒童樂園 這非常恐怖 光集合就滑掉多少次 對 然後其他另外一半時間去上廁所 那這個一家人去 他們就很開心 是 因為他主要是要去玩裡面的設施 所以其實是看不同去的地方 沒錯 有不同的planning 才能讓這個trip更好 對不對 對 所以有些trip 其實你們也是enjoy 跟朋友大家一起 對 那我不知道 像Andrea 你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青少年 你會比較希望怎麼樣的trip 最ideally with the trip 最ideally with the trip 可能就是會找幾個朋友 然後可以出去玩 但是跟家庭 家裡 家庭也蠻好的 也蠻好的 就是有時候太多人 像爸爸說 就太急 然後呢 沒辦法去比較小的餐館 然後就要 要kind of plan the whole thing around 這件事情 沒錯 對 所以有時候四個人也蠻好的 對 所以你覺得家庭 爸爸很值得 我從小帶他很值得 那你覺得家庭旅遊 跟你跟朋友去旅遊 有什麼不一樣 很大的不一樣就是 就是 其實大部分都是蠻不一樣 就是你跟朋友的時候 就會比較講話也不一樣 然後呢 你就會 就是很大的差別 就是你會記得不一樣的地方 那如果像我和我朋友 我們去一個景點 然後呢 講話 然後講到 比較深刻 然後呢 講到 比較 比較 能記得的一個主題 那我可能就會記得那個地方 比較 比較深 對 對 對 所以你有可能跟家人去 還有跟朋友去 會選不一樣的地方嗎 就是譬如說跟朋友 選比較刺激的啊 還是什麼 會這樣子嗎 應該是會 對跟 如果是跟比較多人 可能就是 不會去那種人幾人的地方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也跟 就是如果 去比較跟 青少年有 比較有關的地方 對 是 對 像Amusement Park 什麼這些 對 就比較好像跟朋友就很好 對 可是跟爸媽去也不錯吧 有不同的感覺 對 爸媽去付錢啊 對 是這樣子 對 所以剛剛說到錢 其實好像很多家庭也是 對錢會有一點考量 因為這麼多人出去 總是一筆大的花費 那關於這個 你有什麼小撇步 還是什麼 可以給我們建議一下 其實要省錢啊 最大的一部分開銷 是 就是什麼 就是機票 對 就如果我是在講長途 是 那如果你是road trip 對 自駕遊的話 當然就比較有彈性一點 機票的話 我 當然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發現一個最棒的方法 就是 不要去機票很貴的地方 這個好像是廢話 對不對 可是好像 假期的時候到處都好貴 對 然後我知道 我真的有認識這樣的人 他怎麼 他決定去哪裡玩 他是這樣 比如說半年前 五個月前 他就開始看機票 機票哪裡便宜 他要去哪裡 你說這個有點太離譜的話 但是你稍微算一下 你就知道 一個旅館房間 大不了一兩百塊 對不對 可是一張機票 如果你就可以省個一兩百 三五百塊都有可能 差別很大的 對 所以在對的時候 去對的地方 沒錯 光是機票 就可以省上千塊 這我本身經歷太多了 沒錯 可是正好你講到這 我也想到 你如果看那個地方 就是這樣一看下來 好像這裡是最便宜 然後就想 那會不會是因為有一些因素 所以那個地方特別便宜 就是譬如說季節不對啊 還是什麼 你這個說的就是行家的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對 因為 沒錯 大部分這種情況 都是會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有點小瑕疵 所以才會這麼便宜 我如果舉個例子 我們上次去一個南太平洋 是 南太平洋在二月去 其實是雨季 對 或者是說它是二三月 開始要從雨季變成旱季 是 可是那個時候呢 所有東西都一半價錢 好心動喔 從機票到度假村 OK 那正好他們二月有假 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做個決定 是 我是不是要去冒個小險 是不是值得那個 如果這個地方 你去過就覺得很過癮 即使是沒有玩的 很精心 那個是個很特別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就去吧 因為那個價錢差太多 真的 但是有些地方你說 天氣不好 我就不要去 是 比如說 像英國 對 或者是溫哥華 這類經常下雨的地方 那就真的拜託不要雨季去 因為那個下起來 不是開玩笑的 是從頭給你下到我下一個禮拜不停的 而且你要觀光走來走去 一直下雨很不方便 對 所以真的是看地方啦 不過還有的話 就是有些地方 可能沒有那麼熱門 對 但是並不代表說 熱門的地方就一定適合你去 或者好玩 是 所以這個我覺得要稍微想一下 然後參考一些不同的 對 有些時候package便宜 是 有些時候分開訂便宜 對 都是有可能的 那這樣聽起來 你們會不會花很多的時間 在做這些研究上面 我想實不相瞞 是 最好我的老闆和同事沒有在聽這個節目 為什麼呢 因為的確是要花時間 不但花時間 而且你還要盡早決定 是 你如果在半年前決定要去某個地方 你就可以花幾個禮拜的時間 稍微看一下 機票旅館的起伏 動態 你可以抓到說 這個地方大概在什麼時候 會比較 價格會比較 什麼時候去比較好 對 如此類的 所以通常你們計劃一個旅程 大概半年前就開始 看開始想嗎 我最少是半年 最少是半年 對 所以像你們剛剛說會投票 家庭有一個survey 所以這個survey 是不是一年前就開始做 對耶 那個真的幾乎就是一年前做好了 是嗎 不過就是說你研究了半天 也許因為 那我個人是非常 對這個價錢是很重視的 所以如果說 我想我們大家都是這樣 這是很重要的 對 如果研究了半天我覺得 不太值得的話 我可能就 再換個地方去嘛 就果斷地取這樣 對對對 人生還很長 有這麼多地方可以去 沒錯 所以真的就是要擠早 所以要省錢的話 擠早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 不一定要早定 但是要盡早開始研究 是 因為每個地方是不是有不同的那個 優惠跟那個 沒錯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不知道在planning 還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我想我剛剛講到這個行程方面 然後講到這個價錢方面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system 要有一個 我以前曾經做過 一個系統 就是這個項目經理 對 你要把它想成是一個小小的項目 是 你從頭到尾 要稍微有個計畫 然後有些人是用Google的 我好像在替Google做廣告 但是有些人用它 用spreadsheet 對 就用它方便的工具 用你方便的方法 對 要把它寫下來 記錄下來 稍微安排的時候都 寫下來不但是你自己可以 一直不停的去想 對 然後也可以跟老婆孩子分享一下 這樣他們會知道說要去哪裡這樣 不會說好像 他們也都有參與感 對 不會說好像去到那裡才說 這是什麼地方 對 那真的很好 我覺得今天聽Andrea還有大偉這些分享 我覺得我都很心動家族旅遊 我相信觀眾朋友也都很心動 那在節目的最後有沒有什麼 最後給我們的小建議 就是給像我的年齡的小 青少年可以就說 你可能覺得說爸爸媽媽帶你去的地方都不好玩 但是我覺得說你還是要savor the moment 因為你到大學去上大學長大以後 誰知道你可能 就很難 對可能就很難去這些地方 你也可能沒辦法跟家庭一起出去玩 對 真的是這樣 大偉呢有沒有什麼最後的分享 我想我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夠給每個人一個點提醒 就是說我剛剛曾經提到的出去玩是驗收成果 千萬不要把它當初去什麼鍛鍊 或者去訓練 或者變成集中營太可怕了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 所以就盡量放寬心 然後也不用趕 你愛趕就趕 大家都想趕就趕 不想趕就take it easy 漫遊也不錯 所以不管怎麼樣就是在玩的時候 盡量能夠玩得好玩 大家盡興就好 Enjoy it 今天真的很謝謝大偉個人 覺得要來我們節目當中 也謝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有朋來訪不亦樂乎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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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